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是医生通过对患者或者说他的一些陪人来进行有目的的进行一些询问 来了解他的健康状况和侦查病情的这种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问诊 像问诊中在我们四诊当中 我们常说四诊 四诊是望闻问却 虽然它排在了第三位 在望闻问第三位 但是它在诊断疾病的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这个难经 六十一难中就说 问而知子未知公 就是问而知子未知公 所以说问诊的在我们的临床诊断疾病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问诊的意义和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问诊的这个意义 就是为啥要进行问诊 问诊的意义里边主要的有这三个方面 哪三个方面呢 就是说通过问诊能够比较全面的来获取资料 就是获取什么资料 获取病情资料 就是比较全面的 因为中医在讲到的治病的过程中 可能要忘 你有一些东西呢 你忘不到的 或者说呢 你闻 我们前面讲过 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讲到闻 用鼻子闻 你有的时候呢 要问 你要问他 你说你看他 比方说 比如说 跟大家说 你年龄 你有的时候呢 看的不是那么很准的 那你就要问他具体的年龄 年龄有多少 多大 就是要通过这个问诊 他能够获取到比较全面的这个资料 临床资料 主要的是对一些 我们初学者来说 你像我们说有一些邪爱中医的 那要学会这个问诊 他能够和望诊 和我们的闻诊 甚至我们后面要学到的切诊呢 要结合起来 这样子的获得的资料呢 更加的全面了 那切诊呢 我们用手去在那足摸病人呢 第二个呢 有利于及时的诊断 就是我们学习这个问诊呀 能够做到及时的 及时的可以下出一个诊断出来 就是说呢 这个病人的这个不舒服呀 它是一种自我的一个感觉 你比如说我说 我现在这个头疼 头疼 那别人你感觉不到我头疼 只有我自己感觉到我头疼 或者说后脑勺疼 这一些呢 都是一种这个客观的 往往呢 缺少一些客观的 客观的一些资料的一些收集的方法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进行询问 询问以后呢 比如说他头疼 头疼呢 是真字样的疼 而且呢 是在这个偏侧 我们就能够下个诊断 这问了以后 你头疼问他 你在哪个部位疼 我说是两侧头疼 我们这一问 两侧头疼 那就是个啥呢 那就是个少阳头疼 如果说头疼的话 说颠顶部位头疼 头顶疼 那你是个绝阳 这个绝阴经头疼 如果说呢 你后脑勺的这个头疼 我这问了 头疼 后脑勺头疼 这是一个太阳经头疼 所以说呢 我们这样子询问以后呢 能便于啥呢 做出诊断 主要的是说 做出诊断 比如我们再说说胃疼 你胃疼的话呢 是胀着疼 还是刺疼 如果说胃胀疼 那我们考虑的 就是一个啥呢 你就问呀 那你胃疼 是胀着疼 热了疼 还是一个啥呢 烧着疼 因为你问了以后呢 你胀着疼是气质 如果说疼痛 痛有定处刺疼 那你这个胃疼 是一个哪一个类型的呢 那是属于血淤型的 如果说烧心的疼 那可能是一个啥呢 是一个热心的疼 如果也有人说 呀我胃着是隐隐的疼 隐隐的疼 那是个啥疼呢 它是一个阴虚的疼痛 或者说虚症的疼痛 所以这个时候呢 都说一个疼 那你究竟疼的又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们要进行询问的 询问出来以后 获得了资料以后 就便于我们及时地做出了这个诊断 第三个主要的是 有助于交流 有助于交流 这个有助交流啊 主要是有助于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个交流 和患者进行一些交流的 和患者进行交流以后呢 另外我们可以获得患者 对我们医生呢 进行的一个啥呢 进行的一个这个信任 而且呢 对患者的这个病情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心理的 心理的一些 进行一些疏导嘛 像有的人碰见一些 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那你就要给他 要讲一些道理 叫他舒展 心情舒展以后呢 那么可能症状呢 就会得到了缓解 这时候呢 就要进行询问 你像比如说我曾经在临床碰到 有的人说失眠 如果说你不再问病人的话呢 那就说很简单 我们就要给他 让他睡觉 但是呢 病人的陪人来说了 家里近期出现了重大事件 所以说病人这一个多月以来呢 睡不着觉 所以呢 情绪不好 哎 就通过这行为以后呢 先给他解决一些思想负担 和心理上的孤独 那么吃了药以后呢 很快的病人就能够入睡了 所以我们说要进行这个问诊呀 一个是获得的资料呢 比较全面 二一个呢 能够及时地做出一些诊断 第三个呢 有助于我们医患之间的 进行相互的交流 和一个进行沟通 甚至呢 我们说可以获得了病人 对我们的一个信任程度了 那我们说要进行这个询问 当然我们说呢 有时候询问的过程中 还可以把他过去曾经治疗的一些资料呀 治疗的经过呀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临床诊断的一个参考 这是讲到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所说到的 问诊的 他的临床的意义 是这么三点 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问诊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问诊的 你要问诊的方法 在问诊方法里边呢 要抓住重点的来问 就是要抓重点问 那么而且呢 既要全面 还要重点 就是既要全面的问 你比如说 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这个石问歌 那石问歌的话 病人假如说来了 像我们在临床上 有时候碰到病人说呀 我最近呢 这个胃不舒服 昨天晚上吃的不合适 现在胃不舒服 上吐下泄 上吐下泄 这病人就是要来看这 那你下来就喂呀 你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对吧 你昨天吃的是什么东西 那你这时候就围绕着 他这个饮食啊 这个来进行询问 然后你还得要问 那你现在胃不舒服 上吐下泄 发烧不 如果说他有发烧 那么肚子胀 上吐下泄 如果发病的季节是在 下季 那我们这时候可能要考虑到 他是个什么病呢 即行 这个 讲到胃肠感冒症 所以说呢 你要这样子进行的询问 我让他发烧不 大便一天几次 你吐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啥呢 再结合我们讲到的 看舌头呀 切脉呀等等 所以说在问诊的方法里边呢 要抓住重点问 一定要抓重点问 就是抓住重点的情况 你看有的时候病人来了 你不要说问诊了 他病人他直接就告诉你了 哎呀 那病人就说 哎呀 我这浑身都难受 有的时候我都感觉到 病人说他难受 从头发根到脚尖 都难受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会 干啥呢 要会抓住重点问 他说他难受 我们先跟他说 你哪里最难受 那就问他呀 你哪里最难受 咱今天先解决上 两到三个问题 你把你最想解决的问题 跟我说清楚 哎 你这样子都通过这个询问 你能把他的重点抓住 抓住以后 我们再进行全面的询问 所以说呢 一样有时候我们在临场碰到 有的人说呀 我这睡不着觉 身上又困得很 哎呀 下次还肿的 他还说他下次肿胀 我后来在那 像我们在临场就靠年龄大的人 年龄大的 像七十多岁 女性患者 再又把它卖一切 是血脉 就要问他 你血压怎么样 哎 他宿地有高血压 那出现的这种乏力 下肢浮肿 那你就考虑了 他和啥有关系呢 他和血压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我们进行全面的询问以后 抓住的重点 刚才说到的那一些症状 和啥有关系呢 和血压膏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然后我们再进行一种辩证 辩证它究竟是 哪一个类型呢 是肝腎阴虚型的呢 还是肝阳上抗型的呢 还是肝腎阴虚型的 然后呢 我们再抓住重点 进行询问 询问以后呢 我们可以给他 这时候有重点的在那询问 来获得他的 主要的病因是什么 他的次要的 又是哪一些 第二个呢 我们在问证方法里边呢 是边问边变 一边 一边问证 一边呢 要进行一种辩 一定要注意一个问和辩 注意问辩结合 刚才问他说 边问边变 刚才我都说了嘛 比如说一个人喂糖 喂糖以后 假如说在空调房子里边 待的时间长了 就喂糖 你就要问他 喂哪一块糖 就问不喂 然后再问喂糖 是胀着糖 还是刺着糖 还是冷的糖 那么如果说是胀着糖 那是气质 假如说那是刺糖 那是淤血 如果说在空调房子待了 这时候糖是一个啥糖呢 是一种冷糖 所以边问边变 我就变出来了 它是个啥病呢 这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胃糖 那就是个寒症 那根据中阴理论 我们就常说寒着干啥呢 寒着热脂 比如说你在夏天 空调房子待了 这胃糖 那你不妨在进这个房间的时候 那提前用点啥呢 生姜红糖水 或者说呢 你买一点叫着啥呢 叫着生姜可乐 喝一喝暖暖胃 发发汗 就是叫边问 我们进行一边辩证 那么问和辩的时候呢 要结合 你不能光说在那问 问了以后呢 和这个辩证呢 不相关的一些内容 你都知道了 那么不便于我们呢 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说要跟它要结 一定要结合 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常说 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 有时候叫问 你的职业是干啥 反正我在临床工作中 我发现 你看那个失眠的病人 女性患者 比男性患者偏高 二个呢 如果说做会计的 做财务工作的女性患者 相对来说 失眠要 失眠要多一点 再说呢 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问年龄 问年龄你说这个失眠病 失眠病人 如果说到了更年期 更年期的病人 他往往呢就会出现 这个 睡眠功能障碍 就是出现睡眠不好 那要结合 他的更年期的这个生理状态 我们再来给他干啥呢 再给他安神 所以说 边问边边 问边一定要干啥呢 问边要结合 所以说问的时候呢 和辩证呢 二者呢要结合起来 这个结合以后呢 主要的问题是干啥呢 提高你的诊断的准确性 那你诊断的准确性高了 那么也就是说 你的临床治疗疗效呢 疗效 那么就比较满意了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了 这个问诊的方法 有这么两点 要抓住重点问 那么要全面的询问 你要有重点的问 你还要 有全面的 还要进行一些全面的询问 在问的时候呢 边问边边 问边结合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个 那问诊的方法 问诊该要注意哪一些内容呢 就是第三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问诊的注意事项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的 问诊的时候 该注意哪一些问题 首先要做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要安静 就是你注意一下 你的环境啊 一定要安静 你不能喧哗的 大声的在那啥呢 在那一些吵闹的环境中 你就开始问了 问了说一句南丁话的 你问他啥 他不一定能听见 他说的啥呢 你也不一定能听见 所以说环境条件 一定要干啥呢 一定要 一定要安静的 这样子呢 你环境安定以后呢 病人的心情呢 也比较稳定 作为咱们问人家的 咱们的心情也比较稳定 所以说无论是哪个环境 真实环境啊 个人的这个情况 都要首先要做到一个 我认为首先要做到安静下来 这是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呢 一定要干啥呢 我们说作为我们问的人 态度要好 态度要和蔼 态度要和蔼 所以态度要和蔼 那么态度呢 你不能这个急躁 有的时候这个医生啊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在询问病人 病人的病情的时候 他有时候过于急躁 就跟说你哪里疼啊 哪里不舒服呀 那病人说上两句话 像有一次我在临床上 人家那个四川人来了 他和我们陕西人说话呢 这个音方面和表达能力上面 确实有所差异 你在问他 他回答问题呢 你听不懂 那听不懂呢 这时候情况下呢 那刚好叫他的陪人 来做个翻译 所以说我们态度要好 如果说你要态度不好的话 那病人就跟你不配合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不利于你在诊断 不利于诊断 所以我们说呢 一定要态度要和蔼 说话呢 不要很粗鲁的 或者说很粗暴 应该让病人呢 自动的来进行叙述 如果不行的话 也可以说写一个纸条 像有的时候要问诊 那天我在临床碰到一个 这个猴癌的病人 声音嘶哑 他说话声音出不来 我又想问他 想问他怎么办呢 那就没有办法 那就写字条 写字条问他哪 他哪不舒服 他写出来了 有的时候像我们在临床 还碰到有一些病人呀 他就害怕他自己跟你交流不清楚 他把他的一些症状 所有的一二三四五 挪裂的好好的给你写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 和病人的 一定要态度要和好 病人对你相信吗 病人他肯定有痛苦 才来找你看病 作为我们医生来说 确实要体会病人的 他的病痛和难处的 第三点呢 我们在询问病人的时候呢 一定要干啥呢 语言要通俗 语言呢 要这个通俗一点 你想有时候我觉得在 我们先给病人切脉 切脉以后下来就要问病人 就是首先呢 我觉得就问 你哪一点不舒服 那是病人说哪不舒服 他愿意跟你配合的话 他就会跟你 把这个 他的痛苦之处呢 向你描述出来 如果说呢 你很生硬的 比方说你用的语言说 你用当地的话 或者说说话不通俗的话 病人都不知道 你说的是啥意思 所以说我是问 你哪里不舒服 他这句话一般来说 都能够听得懂 像有人说 你咋了呀 如果用陕西人说 你咋了呀 那个咋了人家还真的听不懂这个 所以说不要用当地的一些 这个习惯用语来问 一定要用通俗的语言 和病人的进行一些沟通 就是用一些通俗语言 通俗语言主要的是容易便于 这个沟通和了解 作为这个在 作为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呢 第四个问题呢 要特别要注意的 这也有一些医生呢 往往的犯的 犯的一个是什么问题呢 暗示 所谓的暗示呢 要避免了 我们要避免啊 暗示疗法 或者说诱导 有的人呢 是暗示 或者说呢 进行一些诱导 诱导病 或者说像有的 尤其是在复诊病人 复诊病人 我们还是通过 望望问切 进行这个诊断治疗 有的人说 把脉一搭 你是不是吃了我的药 就好得多了吧 所以这句话弄得 病人就很难受 我才说病人难受 病人说好了 还是不好了 你都话都说出来了 你好了多了吧 你叫病人咋说呢 就没有办法说 所以我在临床就问 我说你吃了药以后 是好了 还是不好了 还是没有变化 有这三种结果 你可以给我说一下 是不是吃药以后 还添了什么问题 有什么症状减轻了 你要这样子进行 切记者不要暗示 所以也有些 这个临床上 我们在看到有一些大夫呢 就是把病人呢 拖拖拖拖 看得很慢 拖拖拖拖 拖上很多的病人 里三层外三层 里三层外三层 我都见过一个 他是老中医呢 说哎呀你们看啊 你看这人把我的药 吃了几副以后 明显大大的好转了 你看血压都下来了 这旁边一听 呀这大夫神得很 吃了三副要血压都下来了 这只叫做暗示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说 应该要避免的 当然我们说大家自学中医 你也要避免暗示 这是我们讲的 避免诱导暗示 那么第五个方面 要分清主次缓急 就是要分清它的主核次 在问诊的时候 有的时候说 刚才我说 你要全面的 要全面的进行循环 那你要问从头到脚再问 你主要问题是什么 比如说病人出现了 胸闷 心慌 那就要问 你胸闷心慌 那么胸疼不疼 实际上这时候呢 我们的主要问题就要考虑到 那么他是不是有 肺部的疾病 或者说有心脏的病 如果说他有心脏病 心脚疼 那你就要进行问 胸疼不疼 心前驱疼不疼 疼的时候 有没有像左肩部位 腋下放射 这个就要进行问 这样子你问 或者说他胸闷 那有没有咳嗽 如果说咳嗽 弹簧 愁 那就考虑的是肺部感染 都是一个胸闷 如果说胸闷有心慌 心前驱疼 持续上个素秒 素秒钟 或者说素分钟 那你要考虑到 他是有冠心病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样子来分清 他的主次缓急 以便于我们做出诊断 做出诊断 做出治疗 这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问诊 所以我们说 这些个内容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 从我们的思想里边 要知道 问诊的 它的意义 也就是问诊 这有哪一些重要性吗 问诊呢 就是说可以获得资料 更加全面 二一个呢 能够及时诊断 三一个呢 便宜干啥呢 我们和病人呢 可以进行一些互动 或者和病人进行交流 问诊的方法呢 有两种 一个是抓重点的 二一个呀 抓住重点 你还要全面 你还得要全面 第三个呢 要边问边 第二个是边问边变 问变结合 最后的一个问题 我们讨论到 问诊的注意事项 问诊的注意事项里边呢 我们要提供的舒适的 安静的环境条件 作为医生来说的话 态度要和好 态度要和蔼一点 语言呢 要通俗 那么暗示 避免 就是要避免 暗示询问 第五个呢 要分清楚 次和缓期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儿吧